就在不久前全球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会议 这场会议不仅汇集了全球各国的领导人 还有超过2500名全球的精英都去参加了 这就是著名的全球经济论坛 跟过去各界的论坛不太一样的是 这一届论坛的基调非常的悲观 讨论了接下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 尚未解决的疫情的问题 还有未来的气候问题 能源危机等等 让我们感觉到接下来连活下来 可能都是个难题 我看了一下出席的名单 顿时觉得不得了 中国国家主席 印度总理 联合国主席 还有美国的财务部长 这是要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吗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我想你已经感受到了 今年的生活跟平时完全不一样 我们经历了全球的股票暴跌 即使各国的政府已经用了很多方法 各国的通货膨胀还在不断的上升 各国的专家都预测 即将有一轮非常严重的大智障将会来袭 全球的经济看起来就要完蛋了 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还有一轮更大的风暴即将来袭 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做准备 今天我将会结合世界经济论坛 他们谈的一些主题 还有我做的一些研究 我会让你明白这个世界可能即将重启 而这次重启有可能对你的生活工作 还有未来的投资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真的非常强烈的建议你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今天的视频看完 因为每一次世界重启的时候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都是一次逆袭的好机会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另外打开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精彩的视频了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疫情已经过去了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也就这样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真的是太幼稚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次疫情带给我们的伤害 可能只是表面的一些数字 全球死了多少人 然后通货膨胀保持在一个高点 还有就是我们的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 但是任何一个变化 只要它持续的时间够长 这就是我们说的指数型的一个变化 当这个事情持续的时间 来到了这个指数的拐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迎来了巨大的变化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在我们过去人类的发展史里面 哪一件事情对我们人类的影响最大 你可以把你觉得正确的答案打出来 第一个是资本主义 第二个是文艺复兴 第三个是工业革命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疫情了 正确的答案很有可能颠覆你的认知 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疫情 因为它经历的时间够长 人类上一次经历一个如此漫长的疫情 是什么时候 是在14世纪欧洲经历的黑死病 当时黑死病持续了有6年的时间 而就在黑死病结束的200年里面 人类就经历了工业革命 经历了文艺复兴 并且经历了资本时代 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当黑死病不断的持续的时候 欧洲有接近1%的人的生活和生命 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影响下面 人们的出行变得减少了 整个市场上的劳动力变得非常的稀缺 最终导致了整个生产成本不断的提高 所以生产产品的这一方 为了能够维持住自己的生产成本 开始愿意把资源投入到这些工业化的改革里面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才出现了工业革命 看看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什么 各种送餐平台 打车平台 还有各种什么云会议云学习 这不就是一轮新的工业革命吗 而由于社会劳动力的稀缺 这些雇主开始愿意为劳动力付出更多的成本了 于是终于社会的基层也开始有了一些储蓄 有了储蓄之后就需要用到银行了 并且需要把自己的钱投资出去 也就是因为基层有了钱之后 才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年 我们不正在经历着资本的价值 在不断的升值 房产什么比特币股票的价格都在暴涨吗 这像不像一轮新的资本主义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文艺复兴 当人们看到黑死瓶杀死了这么多生命的时候 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的依赖程度开始降低了 甚至有很多人主动离开了教会 而随着人们的收入不断的提高 工作时间的降低 人们也有了工作之余的一个追求文化的这种需求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整个欧洲的文化才得到了一次生长的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爆火的王心灵男孩 还有什么牛耕红的健身课 这些东西的火爆的程度 你真的觉得它只是一种巧合吗 历史永远是这样不断的重复的 这也是这个视频希望能够带给你的价值的 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看完 这一次世界即将发生的重启 究竟会经历哪5个最大的变化呢 首先第一点是碳中和 所谓的碳中和就是我们人类 还有我们的这些地球上的动物 还有我们的工业生产 我们的汽车尾气排出来的二氧化弹 和植物能够吸收走的二氧化的数量 基本上持平 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的碳中和 很多人会觉得碳中和是一个噱头 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我想告诉你这个是大错特错的 很多专家已经指出了 就是因为人类排碳量不断的增加 然后气候不断的恶化 有很多的冰川开始融化 很多的在冰川里面埋藏的上万种的这种病毒 是我们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而很多这种病毒 已经开始来到了我们人类的生活里面 最终将会对我们的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主流国家都已经承诺 会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 而整个碳中和的过程 即将改变你的饮食生活 甚至你的消费投资 中间会产生巨大的机会 从我们的生活来讲就讲吃饭 你未来会看到大量的人造肉合成肉 成为我们饭桌上的一些家常的一些菜肴 很有可能你吃着一些肉 你以为是牛肉猪肉 但实际上它是合成出来的 另外我们衣服的材料建筑的材料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而这一块延伸出来的投资机会 就更加值得你去关注了 马斯克的特斯拉在去年的时候 终于实现了盈利 但是你真的以为它是靠卖车赚钱的吗 其实不是它是依赖卖碳积分 把自己的特斯拉做到盈利的 因为全世界现在各个主流 国家之间的企业都可以自由交易 他们的碳排放量 所以很多人都笑称说马斯克 现在是一名卖碳 而现在有很多品牌只要套上环保碳中和的外衣 估值就会翻好几倍 比如说一个著名的服装品台 Patagonia 它就是号称它的材料非常的环保 所以就让一家普通的公司 在很短的时间里 从默默无闻实现了估值过亿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年互联网 刚出现的时候 那时候只要是一家公司 只要给自己的品牌后面加上一个.com 就可以让自己的估值翻倍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 真正的机会不是什么NFT 不是什么web3.0 而是碳中和 谁抓住了碳中和 就抓住了未来时代的发展的一个风口 你身边未来一定会有一帮小伙伴 靠碳中和发一笔大财 只要你愿意探索这一块 未来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 第二点平台过度发展 导致他们的权力已经超过政府了 早在上一届美国大选的时候 特朗普当时当选的时候 就有人爆出 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当时有一家叫做剑桥数据分析的公司 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 获得了大量Facebook用户 使用习惯的一些数据 通过这些用户使用习惯的数据 操纵了这场大选 最终让特朗普当选 而4年之后 同样又是特朗普换成了 另外一家社交媒体公司 推特在知道特朗普不能当选之后 居然直接把特朗普的 社交媒体的账号删掉了 这件事情表面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深入的去想一下 一个小小的社交媒体 居然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大选 最终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甚至可以让国家领导人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彻底闭嘴 你觉得他们的影响力 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但是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远远不止于此 社交媒体可以在你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 把某一个意志输入到你的大脑里面 通过你游览社交媒体的习惯 通过你给谁点赞 你的留言 你的偏好 社交媒体早就已经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自己了 它不仅可以把一些产品卖给你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操纵你的思维 影响你的情绪 有一些决定 你可能感觉你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 但是实际上背后是社交媒体 在潜移默化的改变你的思维 所以在未来 反社交媒体 网络安全 web3.0 还有数据分散化 这中间都有巨大的商业机会 第三点 学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我们过去学习 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但是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干的工作 跟我们当年在大学里面学的专业 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场疫情可以这么说 是压垮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天不仅儿童可以通过网上开始接受教育了 还有很多成年人也选择通过网络 开始不断的深造学习新的知识 今天社会你会发现绝大部分人 他的高收入和他的高学历 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直接关系 我拿我自己举一个例子 我今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的收入 大概是80万美金 这里面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来自于商业咨询 培训还有社交媒体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三个东西都是我最近这几年 在互联网上面重新学习的 也就是说我在三年前 我根本就不具备这里面任何一项技能 我绝对不是个例 我身边就有一个做it的朋友 这两年自己通过学习掌握了云端数据的一些重要的技术 前不久就去找了一个云端数据管理的一个工作 把自己的工资立马翻了一倍 可能有很多杠金这时候就会说了 Henry你说的太夸张了 传统教育不会消失的 我明白那些儿童使用的传统教育 短时间之内一定还会存在 但是我们的学习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了 我们过去的学习是分段化的 比如说你在20岁之前 你的人生重点就是学习 然后是工作 然后是退休 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 所以未来碎片化的学习 才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主流 第4点去全球化 我们过去几十年这个世界的发展 其实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 就是全球化 一家德国汽车公司造的汽车 它可能用的是英国隆来的资金 用的螺丝钉是日本生产的 而轮胎来自泰国 这个框架是在中国生产的 而最终帮他做营销的团队 可能是一家美国公司 这就是全球化 由于有的国家有大量的原材料 有的国家劳动力低 有的国家善于做这种专利型的设计产品 所以这样全球化的布局 可以让全球的资源充分发挥起来 让全球的国家都受益 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中的世界 全球化的发展确实让很多国家受益了 但是也让很多的国家情况 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就拿一台苹果手机的生产来说 绝大部分的利润都被苹果公司吃掉了 而帮苹果做代工的那家公司 一台手机连一美金的利润都拿不到 去全球化的趋势就出现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英国脱欧 还有中美贸易战 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开始打响 而这场疫情正好加剧了这一场去全球化的运动 当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 去全球化的思想得到加强了 高收入的国家会埋怨那些发展中的国家 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比如美国就要求他们很多的工厂 回到美国本土制造工厂 而很多低收入国家却觉得 他们受到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 最后不仅让他们没有赚到钱 而且让他们这些污染变得更加糟糕 下一代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凄惨 总之就是英国人的日子过不好 怪德国人 然后日本人的日子过不好 怪中国人 怪韩国人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内卷 内卷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真量没了 只能吃纯量 资本出不了国了 只能在国内哄抬国内资本的一个物价 大企业不出去竞争了 在本土抢一些中小企业的份额 就连出国留学的这批留学生的数量 都在减少 在国内跟你竞争 把你卷死 在去全球化的浪潮里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你会看到更多极端主义 但是你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 千万不要让你的大脑 被那些极端情绪所操控 另外一点 那些注重本土文化 在本土深耕的一些工厂品牌 还有一些商家 将迎来一波新的发展机会 第五点 贫富差距正在变大 中产将会彻底消失 我们过去几年看这个经济 我们表面看到的是通货 通货膨胀在变得更加严重 但是通货膨胀的背后是什么 是财富的一场转移 根据福布斯发布的一个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几年的疫情里面 全球最有钱的10名富豪 他们的资产达到了翻倍 但是疫情后很多中产 很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的生活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是政府发钱 政府发钱对于普通的老百姓 带来的改变 其实无非就是买了一个 更大的液晶显示屏的电视机 买了一个更新的一台手机 而这些钱最终都会到 资本家的手里面 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就把他们的石油公司 矿产公司的股份 平均发放给了所有的老百姓 但是很多当时的寡头就发现 老百姓拿到这些股份之后 也是拿去卖钱 然后换来了福特加等一些生活产品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神奇的情况 很多的寡头买来了乘车的福特加 拿着这些乘车的福特加 把老百姓手上的股份 直接换了过来 所以无论政府是发钱也好 发股份也好 这些钱最终只会拉大贫富差距 另外一点 过去两年里面 银行不断的放款 但是谁更容易拿到贷款 很显然是富人 因为富人不仅有高收入 而且有很多的资产用来做担保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穷人只能越穷 富人拿到了更多的资本用来投资 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富裕 过去几年发生的技术化的演变 其实也对忠诚是极度的不友好的 很多人会觉得技术会杀死基层的老百姓 但是并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说网约车平台 他们让底层的老百姓 反而有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生活变得更好了 而顶层这个平台的制造者 却利用这样的机会 赚到了更多的资本 苦的是中间的中产阶级 所以未来的社会会从原来的一个 橄榄形状 慢慢的变成一个花瓶形状 中间消失的就是那些中产阶级 如果你看到这部分还没有划走 我觉得你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你不仅看到了世界 即将迎来的最新的变化 而且你时刻保持着 对世界变化的一种期待 为了做好这期视频 我做了很多的研究 我这边想要给你总结一下 在即将面对的这场世界的重启 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去面对 这场变革 抓住时代的风口 成为时代的宠儿 第一点寻求变化 你应该去重新看一下 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无论你现在是一个打工者 还是一个创业者 你要明白即将面对的是 一场重大的数字革命 当我们身在其中的时候 根本没有任何感受 但是当这场变革即将来到的时候 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是 一场颠覆型的改变 千万不要用固态思维 去看待我们今天的工作 和我们的生意 否则这场时代的变革 对于你来讲只是一场灾难 第二点 培养自己健康的投资 理财的一个习惯 你工作再怎么努力 你畅业再怎么厉害 最多也是能够帮你积攒自己的第一桶金 你可以看看你身边这些厉害的人 财富自由的人 他们很有可能工作不努力 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工作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对投资充满热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正确的面对投资 去学会如何投资 我说的投资绝对不是那种希望一晚报复 实现阶级跃迁的那种思维 在这种思维下面你只是一个韭菜而已 第三点 千万不要期待机会来主动找到你 而是要让自己具备掌握机会的能力 你要不断的学习 我以前就经常幻想 我说我要是小时候 我爸妈有一些投资思维 多买几套房子 或者去投资一下什么马云 投资一下巴菲克 我不就财富自由了吗 你以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幻想 可以留言告诉我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这种思维是极度的幼稚的 因为我们的父母那一代 很有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认知 想要掌握这样的机会 你就要主动的去投资自己 提高自己的认知 因为能永远无法赚到你认知之外的钱 每一次时代的发展 都是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 就像我在过去几年里面 我在尝试新的行业 最初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焦虑 让我觉得我不能适应 但是当我适应了之后 却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了 我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都在鼓励我身边的人 利用分享的思维 去获得更多的收入 获得更多的用户 我尝试告诉我身边的所有的人 只要你能够分享你过去积累的知识 积累的经验 就可以给其他人带来价值 最终就可以让你和别人差异化竞争 最终就可以给你带来更大的收入 如果你还没有免费领取过分享这本书 我现在会把分享的链接 放在我视频结尾的地方 你通过这个链接 你就可以了解到 如何免费领取分享这本书 今天跟大家讲的内容 一方面让大家看到了未来 我们即将面对的这个世界的危机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了很多投资的机会 在我的这个频道留言里面 问我问题最多的 基本上都是Henry 我只有一千块钱 我只有几百块钱 我也可以投资吗 我应该用什么平台投资 我想告诉所有的小伙伴们 投资是一种习惯 千万不要把投资看成是只有富人 才可以去做的动作 你现在有100块钱 1000块钱 1万块钱都应该投资起来 关于买股票交易平台 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软件 这边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自己正在用的 就是富途牛牛这家公司了 这家公司早些年 是我一个资深的投资朋友 推荐给我的 他说这个投资的界面 对于新人来讲 是比较友好的 不那么复杂 另外里面提供的一些资讯 也对我们投资有很大的帮助 富途牛牛目前的 他的母公司 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你在富途牛牛上面 可以非常轻松的买到美股 还有澳股 包括香港的股票等等 操作也是非常的简单 即使你今天不投资 我建议你也到这种专业的平台上 可以注册一下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新闻 还有一些教学 这些内容看了之后 你对你的投资观念 也会慢慢的提高起来 我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会给到大家一个富途牛牛的 一个开户的账户链接 通过这个账户链接 你就可以开户了 开完户之后 无论你投资多少钱 哪怕你只投资一块钱 它都会送给你一个盲盒 就是随机送给你市场上的一只股票 这只股票 有可能市值是几百块钱 也有可能市值是几毛钱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培养起自己投资股票的习惯 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尝试着开始你自己的一个股票投资生涯 我们过去说人生七分靠打拼 三分靠运气 但是这句话到今天已经变成了 七分靠投资 三分靠努力了 小伙伴你同意吗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你未来想要听到的了解的内容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路 我们下一回见 拜了个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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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